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九龙江 前总统马英九规划3月27号 要到中国祭祖 并安排一系列的参访 以及座谈活动 外界高度关注 马英九能不能维护 台湾的国家尊严与主权 因为马办昨天说了 中国那边会称呼他马先生 没有台湾前元首的身份 今天又传出 马办通知特勤单位 表明随护不配枪 可以这样吗 马英九没有坚持前元首的身份 又放弃国安特勤配枪的保护 等于是彻底抛弃 任何中华民国的主权象征 这是对中国完全的体贴 自我缴械吗 为了去中国不惜自我矮化 尤其马办19号才通知特勤单位 请问国安单位如何在短短不到 十天的时间 能够先行去规划 十多个地点的安全规划 那不配枪 特勤单位能接受吗 马办说客随主便 是任由中共摆布吗 外传马英九原本规划 七月初访 后来因为蔡总统三月底 要去美国 才被对安要求提前 形成蔡总统访美 马英九访中 让中共可以操作抗衡台美高层互访的筹码 所以这是善意交流 还是甘为中共的马前足呢 台湾人民看不出来 这是在玩什么把戏吗 邱毅都说 朱立伦侯友谊一定不乐意 那现在要选举了 又有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赖清德领先侯友谊11% 国民党支持度崩胜一字头 传出侯友谊紧张了 四月份会有大动作 要办毕业展秀政绩 但是想当总统 光是地方政绩足够吗 马英九点破侯友谊的招门 就是两岸国际关系不足 要补习 但是再怎么补 除了亲中还有什么呢 而且马英九的心机 是不是要主导 或是掌控国民党 或侯友谊未来的中国路线呢 觉得侯友谊是加分还是减分 还有加入提名委员会 会增加侯友谊的能量 还是耗损呢 国民党的黑金体质 是侯友谊能够切割的吗 如同中俄现在紧密结合 习近平会普丁 挺亲爱的朋友普丁 继续连任2024总统 独裁者的如意算盘 最新局势发展 今天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明镜党立委 中俄雄 中江和 关键部位大家好 好 再是桃园市议员 于北陈将军 中江好 大家好 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再是国民党 新北市议员叶文芝 中江好 大家好 自认媒体员陈品凤 大家好 也是自认媒体员王瑞德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 马前总统下周一 将要到中国访问 不过还没出发 就已经先遭矮话 传出中国要求 马英九的随护 不能配枪 总统怎么看 马前总统步度 跟您访美形成壮奇 有没有救过蔡小姐 或是蔡女士吗 出席公开行程 被媒体问到 马英九要访问中国了 蔡总统没回应 不过台湾第一位 访问中国的卸任元首 却在中国口中成了马先生 话题在政坛持续发烧 甚至还传出 中国不允许马英九随护配枪 引发争议 包括是卸任的国家的副元首 连战先生他去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 有国安局甚至可以有随护来配枪的话 我们也希望中国大陆可以依照以往的惯例 马英九3月17号就要去中国访问了 马办昨天说 护称先生 这就已经是去掉台湾前元首的称号了 面子如果不重要 李子也要抛弃吗 就是前元首的安全保护 因为传出马英九这次的出访随护 是没有安排配枪的原因是 中方不允许 然后特别是马办是在19号 才通知我们的特勤单位 就说表明了随护不配枪 来 先调瑞德哥 可以这样子吗 面子不顾 李子也可以通通都抛弃吗 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随护安全人员的配枪 跟不配枪之间的含义 到底在哪 差别在什么地方 那么配枪的话 以2005年为例 当时卸任的副总统连战 不是破冰之理吗 就连也也回来了那次 那次事实上中国国民党 那么他们的副主席 先一步先到中国去进行沟通 沟通了以后 那么就赞成连战 12名随护 后来是6名随行的人 那么可以配枪跟他一起走 当时的用语叫做 高度礼遇及尊重 听清楚 中国中方高度礼遇及尊重 那请问这次呢 对 这次 好 那就是低度咯 为什么呢 高度礼遇及尊重的意思就是 在某种程度上面 虽然嘴巴不讲 嘴巴不承认说 中华民国是另外一个政府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 中国在骨子里面 已经承认 那么连战是以 这个我们我方这边的副总统 卸任元首的这个资格 所以带着随护去 可以让他们可以配枪 这是一个在国际上面的一个 卸任的元首 副元首的一个尊重 至少中国的部分 表现出这样的一个高度 就是对等了 就是说对等 你要来访问 我非常的高兴 连战随护 他对连战随护你也过来 但是你要看看 你要看看你自己是不是 那么自己把自己的 这个对等的规格给降低 为什么呢 因为在2008年 这个马云九跟这个 肖万长不是当选了吗 还没有就任的时候 肖万长有去参加 这个所谓的博敖论坛 那那时候他带一个随护 但是就没有配枪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坚持你的对等尊严 对方也认为是高度礼遇 那么你是可以跟对方谈 OK 对方不会因为这样就说 那不要 你们那就不要来 不会的 但你要主动去争取 所以肖万长那一次 只带一个随护 你不要忘记哦 当时他只是当选 还没有就任 中华民国的副总统 他的身份跟后来连战 已经当过中华民国的副总统 卸任那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自己 如果自己啊 把自己的规格降低 那就没有话讲 好 为什么这样讲 马英九在隔年 肖万长是2008年嘛 马英九在隔年 2009年的5月时候呢 出访我国的友邦 瓜地马拉 又发生一件事 瓜地马拉总统的 相关朋友的这个律师 支持他的被枪杀 所以对总统 他们瓜地马拉 当地元首总统的 这个等于说安全啊 就非常的重视 就没想到 马英九我们邦交国元首 然后到了瓜地马拉去了以后 没想到他们的国 他们的随安人员 对我们的这个国安特勤人员啊 要求缴械 我告诉你 如果你要嘛 你就讲好 事先讲好 就是这个配戴枪械 或不配枪 不配枪 你要缴械 对我方来讲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觉得我带枪 来到你的国家 就是为了保护我的元首啊 对 你把我讲些 我讲一下 如何保护 万一发生事情 你看安倍晋三首相 在大街上 在团团那么多警卫的 这个保护之下 一样发生事情啊 所以呢 那么我方就拒绝 就发生拉扯冲突啊 那一次闹得非常大 然后呢 后来啊 后来闹得不可开交 当时马英九政府出来怎么说 说误会 误会 是翻译的误会 说是因为 我方 对方的人员啊 听不懂中文 听不懂这个英文 我方的国安人员 听不懂西班牙话 所以双方在那个 产生误会 所以才有拉扯干什么 但是 后来在要签 双方元首联合公报的时候 还是指 我们带一名的随护 而且还缴械不得配枪 马英九他们同意啦 同意了以后 你就被缴械了 就是这个样子 这代表双方是可以协商的吧 所以同样 甚至马英九去 是不是应该双方也要协商 今天这件事情 要说清楚讲明白 对 那么国安局到现在 用一种模拂两可 模拟两可 就是说 因为他也不方便 主动出来说啦 但我觉得这是国家大事 要讲清楚 对 国家大事国安局跟我方 一定要讲清楚 如果是我们自己 自断被绑 如果是国安局 那个随护安全人员 自断被绑的话 我告诉各位 我去年底帮这个 民进党的这个议员 简舒培助选的时候 我们宣传车还有 宣传他还有经过马英九 他家那个大楼 在那个景美附近的那个大楼嘛 下面都是警察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根据我方的这个 等于说我们的礼遇 对政府元首卸任的礼遇 你当多少年的 政府元首 就是退下来 就是多少年的这个礼遇嘛 那马英九你现在对不对 我觉得国安局跟政府 一定要占清我们的立场 我们不反对马英九去记住 事实上他两年前 2021年就要去了 因为他已经满了 借满了 你他只要报备 你不能禁止他去嘛 好你要去 那你要去 这个天要下雨 你要嫁人 随便 那你就去 那你按照规定 这样给总统府 这样就没有关系嘛 但是到底是谁说不得配枪的 对 谁说不得配枪的 是老共不得配枪 要求我们不得配枪 是马办要求不得配枪 还是国安局 自断被绑 说我们不配枪 这个有层次上面的差别 如果是国安局的话 那这个国安局长就下来 很简单 因为你自己自断 自己的手脚 自己自断 降低自己的国格 跟平等尊严嘛 那如果不是的话 要说清楚 讲明白 是马办要求 是共产党要求 对的确 为什么会传出 是中方不允许 那如果说 当年连战以卸任 副元首的身份 去中国跟胡锦涛会面 随后都有配枪的情况之下 那马英九更是前元首 怎么会不配枪呢 来请教余将军 中心警卫组 没有建议不配枪 显然就是说 他们的建议 应该是要配枪 那怎么会传出这样子 只因为说 马英九觉得说 不需要配枪 那我们的国安单位 就要配合吗 牵涉到的 不是你的生命安全 还包含 保护你的人的生命安全 那如果不配枪 怎么办 挡子弹吗 挡子弹有这么伟大吗 对不对 如果是你的孩子 你真的要这样做吗 因为你有配枪 你有保护的能力 你不配枪 在中国 如果你遇到了 有人有一些 不礼貌的动作 要危害 你保护的对象 你这个人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用身体挡 这太不忍道了 维安特勤人员 会事先 他不是你到了才到 他事先可能三天以前 像国内就三天 国外可能要更久 要到地点去 要看什么 看每个地方 可能会藏人的地方 要先去厂刊 要先去厂刊 甚至还会去做一些 金属器的扫描 这都是维安特勤 必须做的事 那至于说现在 第一个 你不配枪 那这些预先的厂刊 准不准做 然后相关的金属探测器 能不能带 就是在一切 所有维安的器材 能不能够完全掀起 运到中国去 我觉得这些 一般来讲 在国安特勤 在实施之前 会先开一个会议 维安会议 如果对方都不允许 其实维安特勤 有权跟被保护者建议 不要去 他有权建议 不要去 因为这一趟的维安 对方没有给我 充分的授权 我没有办法保证 你全程的安全 那他会建议你不要去 那你说 如果维安特勤 建议你不要去 他可不可以执意要去 他当然可以 但是呢 这个任务就有风险 对 所以通常 等于你把你的安全 完全交给对方去了 对 那对方能给你什么保证呢 是 那第二个方式就是说 如果说对方 不能让你做任何的 这些武器 或者相关探测器材的 这个携带 那是不是完全交由 对方接手维安 那是非常危险的事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 因为对方 所出的这些人 不是你的忠诚 没有经过忠诚考核 你也不知道对方是谁 你也不知道对方是谁 对 万一这个 有个假冒呢 你都不知道 因为你都不认识嘛 对你最不利的人 搞不好就 距你最近的人 所以说这些是一个 非常大的风险 所以通常来讲 负责为安特勤的 他不会妥协的 他不会妥协的 因为你妥协了 责任你要负 对 你今天跟随 这个些人的元首 到中国去 如果出了什么 突发状况 这个事情谁负 对 是你负 还是答应不带枪的人负 还是 这个被保护人 本人负责 被保护的本人 他是没有办法负责的 对 因为出了事情 不是你而已 那是对整个 中华民国的 一个重大的打击 也就是现在 马英九不是 一个平民百姓 他是一个台湾的 前元首 而且他还在 礼遇范围之内 对 因为这所有的礼遇 有特种勤务的 一个条款 也有对于 卸任的 政府元首的 礼遇条例 这是国家的 法令规定 所以你不能说 不行 你都不要跟 或者我只带一个 这不是你能决定的 因为这是国家的 礼遇条例 有法律规定 必须要保障 你八年的安全 你等到八年零一天 说句实话 你想带也不能带 因为你只能自己花钱 因为礼遇时间 已经过了 那只要在 礼遇条款时间之内 你必须要 听从专业的建议 那我相信国安局 一定会在这个行前 做一个简报 甚至他们要先到 对岸去做会刊 你必须要去 你必须要去 因为现在行程都出来了 行程都出来了 这么多密密麻麻的 对 这每个行程 按照国安特勤的做法 他每个行程都要去 而且去不是一个人 他一组人去 这一条街 所有的 高 制高点的砍制点 他要看 他只要走过的路线 全部都要看 全部都要看 然后有几个店家 这些店家的门 是往前面开 还是往后面开 他都要看 因为往前开往后开 反应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说他要看得非常细 所以你看光是十几天的时间 从 这就叫什么 中山 抗日 还有化香坛 都在看这些 对 那你说中国内部 会不会有违安 违安特勤 从来不会考虑说 没有违安 放心 没事 没人敢保证 对 因为你怎么知道 不会有这些 上心 那余中文现在问题来 就是除了安全保护的问题 再来就是我们这些的 特勤人员 配枪是不是有高度的主权象征 当然 你是中华民国卸任的元首 按照我们的法律 按照我们的配枪的这个领域条例 你就是要配枪 那对岸不让你戴 只有一个状况 就不把你当为一个卸任的元首 他对你的主权不尊重 对 我不尊重你 你凭什么 你是谁 对不对 你是谁 我为什么让你的人可以戴枪 那凭什么 你只是一个百姓 为什么 因为他不承认你的主权 对 他不承认中华民国的主权 他就不会让你有任何元首的领域 连前元首的称号都没有了 就变成马先生而已了 对 所以说你去了 光是一个随护不准配枪 他就是充分的要践踏你中华民国的主权 矮化嘛 就是矮化你 就是说你不是个国家 你是个省 我们的省长也不能配枪啊 对不对 你这样就被矮化了 被矮化那我说句实话 那你真的要去记住 等到你领域条例结束以后 你真的去没有人会阻止 你就以你个人身份去 你就一个人去就好 你要带保权 你自己花钱带保权 那个保权本来就不能配枪 所以你去不配枪 也不会影响到中华民国的 我们的国格啦 对 国格尊严 国格跟尊严 因为你不是普通人嘛 你现在就还是卸任元首 而且还在领域规范里面 那你该配枪而不配枪 而且传过来说是 如果说中国不同意你配枪 那如果按照一个充分 要象征自由民主 中华民国的主权的一个 现任元首 你不配枪是不是 你不尊重我们国家的法令 那我不去 我不去 你可以不去 那看起来马银九尺 可能是非去不可嘛 他大概不会因为这个原因 说不去 他可能认为那个地方 对他充满了友善 充满了这个春天的阳光 他完全相信中国那边 可能可以提供他一些 什么保护就对了 中国如果可以相信的话 中国国民党现在的位置 应该在中国了 不会到台湾来 共产党是不能相信的 所以马银九这一趟的 这趟的这个所谓的 你说是破冰之旅也好 你说是春南花开之旅也好 我真的是建议国安特勤人 要必须非常的谨慎 因为他还是 礼遇范围保护的元首 你不能够有任何的疏忽 疏忽的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而是中华民国的眼 的确因为现在传出是中方说 这个我们这个马银九的 这个随呼是不能配枪的 这个传言可信度 是不是相当高 因为去掉你的这个随呼配枪 等于就是去掉你 台湾的尊严跟主权 来问完 我们的国安单位 到底是不是能够 跟对岸的那些相关单位 在进行协商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现在媒体所说的是 马办说19号才告知 我们的国安单位 那他27号叫去 等于短短不到10天 那再来看看 马银九那个秘密马兰 这么多的行程 我们的国安单位 真的有办法事先去进行场刊 把每一条路线都把它搞清楚吗 六天后 马银九就会出现在中国的上海 那也就是说 他这个行程是去定了 马银九今天 他如果说是一般的民众的话 哪怕说他对两岸之间 跟台湾绝大部分人的看法会不一样 他想统一大家都知道的 但重点是 在台湾里面很多想统一的 同处党也想统一啊 你说张安乐 他们一群人到中国去 去就去啊 谁管你那么多 那就因为你干过了八年的一个总统 所以我们才去制定了 针对元首跟副元首 特勤条例 保护的对象就是你总统跟副总统 好了你卸任的也是一样 特勤条例里面第五条13条 讲得很清楚啊 哪怕你卸任啦 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为了保护你 我还是配枪 你过去有例子 你说连战去啦 好了连战去 我知道马银九的心态啦 马银九的心态想说 以前连战去给人家唱到现在 连爷爷你来啦 这次换我了 这次换唱 马爷爷你来了 他在开心的钥匙 碰到中国全部都矮一劫 他觉得蛮久觉得去那边 可以有表现了 所以那个称号啦 或者是配枪都可以放弃 克水主辩就是碰到中国 全部都是矮人一劫 如果你今天不是干过八年的 一个总统的话 那谁管你啊 老公也不会对你这么好 从他这一次要这样去 你会觉得很可惜的一个地方 老公其实他对我们这边 卸任的元首 嘴巴不讲而已嘛 他怎么不知道你干过总统呢 这当然对你有一定的一个尊重 当然对你有一定的一个礼遇 可是很明显的是 这是没了 那你也不讲话 讲得好像是说 好像是特勤这边要求的 特勤本来就是特勤的条例 你该怎么执勤 那里面讲的清清楚楚 特勤绝对不会先去讲说 马先生 这次我们去不要带枪好不好 特勤总不会先说 那些枪很重 这次你去 我们就不带了 特勤没有人敢讲这种话 不可能啦 不可能这样建议 讲这种话马上就砍头了 不可能都是嘛 法律就明文规定在那个地方 特勤条例就规定得很清楚 你的任务 你跟警察不一样 所有的百姓都是你警察要去保护 你特勤就两个人 你就总统跟副总统 所以配枪 保护元首 副元首跟卸任的元首跟副元首 就是你唯一的一个职责 好了 那这些很明显怎么来的 当然就两个人 有可能两个人要求啦 马英九要求啦 马英九他自己讲到 马英九总部莫名其妙说 我这趟去 不用带枪 这是去散心的 哪怕你去散心的 也同样要保护你啊 这很明显是中国这样的一个要求 中国的要求 然后马英九就告知 告知我们的官单位说 不配枪 所以嘛这个他跟你讲得很清楚 这叫客水主便 我是觉得很奇怪啦 本来不是说要七位才要去吗 然后看到人家习近平第三任了 可以当皇帝了 你马上看到人家登基 你就赶快去给人家祝贺 台湾任何人要到中国去 要去记住 要去做交流 我看一般民众不会讲太多话 交流是好事嘛 谁执政交流都是好事嘛 要交流就去嘛 要扫墓就去 重点是说 你不是要去扫墓 你跟我骗 不管你有很多祖先 你想去我们都尊重你 但重点就是说 你这个时机点也很奇怪吧 你六天后你出现在上海 后你就先全世界聚焦 中国再给你这样 好好的再给你宣扬一番的话 宣扬两天就好 大家都知道说 蔡英文3月29号要到美国 要到中美洲去访问 然后就过境美国 你就故意的 我就先找你两天去 你要怎么样 我晚你一天回到台湾 多好的安排 找你两天去 晚你一天回到台湾 不要说负别苗头 也不是负别苗头 就是 抢占媒体的曝光 两边在 老公啊 习皇帝啊 人家是第三届 你说他认为蔡英文 你快要卸任了 你命连就卸任了 我们这习皇帝 第三届 当皇帝了 那当然啊 所以国民党很多人挑出来就 不会啦 那个马先生 不会失国格 真的不会失国格 如果今天马英九到日本 到韩国 到美国 到各个国家去 不是到中国 人家说 马先生 你看国民党这一批人 陈宇兴他们这些人 会不会挑出来 没有尊重 你这么看不起我们 我们干过八年的总统的 你竟然叫我们先生 那中国人家是皇帝 你们其他的国家 又不是皇帝 你们只能学中国 这样叫我们 国民党我看 每一个都会挑出来 所以我会觉得说 实在是 这一次去 让我们主权 真的实在是 一个卸任元首 没有好好去顾 真的不好 台湾民众不会 台湾民众 了不起是说 出这款总统 不会多大伤害 我不认为多大伤害 可是会觉得很讨厌 做到总统的人 也稍微我自己 自己比较尊重 自己会去 你用选择 再来传送的就是 马爷爷你来 那么开心 当过台湾八年的总统 马英九到中国去 外界就要看 到底能不能维护 台湾的尊严跟主权 我们看到 这个陈建仁就说了 如果要彼此对等尊重 应该要称 马先生为马前总统 可是国民党立委 陈毅欣就说了 中国称马英九 马先生不施国格 他们觉得不施国格 可是妙的就是 朱立伦怎么讲 他说相信马总统 会坚持中华民国的立场 然后对民众跟国民党的期待 做出回应 所以朱立伦说相信 那是代表 带着一丝的怀疑 来这个原因是怎么样看 马英九去中国 可以这样子吗 配合中国到这种程度吗 克水煮变变成 任由中共摆布吗 第一我先澄清 就是我也问过马伴 他们都没有讲说 不配枪这件事情 所以也不知道说 这消息是哪里来的 这个第一个先澄清 那第二个就是说 马总统他要去对岸 这个事情其实在国民党 目前为止 大家都还是属于 蛮支持的态度 因为马总统他这一次已经 我认为他已经有顾及到 今年是选举年的 坦白说他依法 他去哪里都可以 他也可以去北京 那他去北京要见谁 其实我们都拦不住他 那他其实也上 对他而言 他也丧失了 2005年那次联弧会的 那一种场景 因为他不能去北京 他走的是一个 所谓的民国风 就是说要到武汉 长沙这些地方 然后去冀组 然后另外他用冀组 作为一个包装 然后带青年去做交流 其实他 你都说冀组是包装了 当然是包装 你把办法说单纯是冀组 因为冀组之外 他有在青年去交流 我觉得他们有顾虑 其实我们党内 有些学者说 太可惜了 你应该去北京 反正你去 你就算说你去冀组 你也会被骂 不然你就该去北京 你创造和平 但是我觉得他有 他有顾虑到大家 这一点我觉得 他肯定 然后再来就是 马总统他是一个 谨小慎为的人 他就是可能讲一段话 都要琢磨半篇的人 对 所以我也不觉得说 他到对岸之后 他会落下什么话饼 回来之后被大家骂 这件事情我对他倒是 还蛮有信心的 所以这一趟之旅 我觉得不会对国民党 带来扣分 因为现在才三月底 四月初 选举是明年的四 然后再来就是 不是马英九在选 两岸年轻人 互相交流 然后化解敌意 搞不好 他带着这批年轻人 会遇到未来的习近平 这样子哦 然后他如果这个 大家变成朋友 你要当到那个 当到挂 可能要二三十年 对 变朋友 然后他会记起来说 二三十年前 我曾经跟台湾 来一个年轻人交流 他是我的好朋友 大家要化敌为友 不要剑拔弩张 非但就撤掉 台湾人会相信吗 一个前元首到中国 有这么的单纯吗 可以恪随主辩吗 明凤姐现在传出呢 原本 马英九是七月才要去 后来因为是小英 三月底就要去美国了 所以赶紧要求马英九 你要提早来 所以呢 就变成说 整个的这个状况 变得提前 所以变成说 连通知我们的国安单位 都变得很紧急 十九二十通知嘛 那所以呢 马英九就这么的甘愿 这么的愿意配合 当中共的马前卒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 十足是作为 中共的统战的这个用意 第一个 蔡总统在访问美国 过境美国 而且是有史来非常高的规格 然后还会见他们议长 那你当然是从七月提前到这个时候 当然这个媒体上面 双方就会有占版面嘛 那当然就会抢了这个蔡总统的 这个版面跟这个新闻嘛 那你就中共的角度来讲 我就稍微有平衡啊 那否则你为什么要提前到四月 而且我觉得这个 刚好分庭抗礼 对 什么叫记住 我觉得这很奇怪 马总统做总统的八年来 我们都以为他是苗栗马家庄的人 没想到他原来还是湖南人 然后还那你记住 记住的意思是说 我们都是一家人 那你这样子不是就带给国际一个讯息 是一个就说 虽然我们都在抵抗中国的这个侵略跟霸凌 可是呢却有一个卸任的总统去那边记住了 然后又表示说这个我们跟这个中国好像还是 那遗憾的意思就是台湾中国一家亲 台湾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任主归宗 落叶归根 这个就是一家人的意思嘛 所以我觉得用记住这个是更糟糕的方式嘛 就是你在国际上面这个统战的这个所谓的效果跟这个作用不是更大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伤 那你现在看你明明是卸任的总统 当然国安单位是有必要去帮忙你这个做维安的 那你现在抛弃了这个使用枪械的这个主导权之后 我请问中共会派谁来保护你 他就自然而然会派出公安 或是有这个执行或是保护他们首长的相关的卫队来保护你嘛 那你就变成台湾的卸任总统是被中共的这个警方或是公安单位保护耶 那你不是上市整个国安的主导权 跟所谓的甚至你自己整个一个规格的主导权吗 而且去台湾主权化 你看马英九被中国的武警或是公安保护 保护嘛 对啊 所以说我觉得从头到尾安排在这个时间点 除了跟蔡总统抗衡 我觉得蔡总统这一趟也不是为他个人的所谓什么历史地位或是怎么样 他是回应整个世界上面在每次在声援台湾 然后美国各方面这几年来通过的法案在支持台湾的这个对抗中国的这个意思的回应嘛 这个这个是台湾需要在国际上面展露这个所谓我们跟中国不同国家的一个意涵所在 这是特别还可以跟这个在当地跟这个所谓的议长见面 这曝光度当然就是非常好 可是你偏偏要安排一个同时间毕竟马前总统他还是一个当任过总统的层级嘛 层级算是很高 所以他毕掉跟北京的这个这个会面 但是无疑是大陆的这个整个这个国际的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报道卸任的总统访问中国嘛 一定报道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 对那你给世界造成一个confuse 我们不是都在支持你台湾对抗中国吗 那你一个卸任总统你为什么要去访问中国 而且还记住 记住比方说我的血缘跟这个血脉跟家族这个东西都是一血清啊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给这个影响非常的不好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整个东西那你要呈现什么中华民国 你就是跟连赞一样 在祭国父林的时候写上一个民国几年 这个连赞当时就是这样子做的嘛 他写一个民国好像是95年吧还是几年 那你现在就写一个民国112年 那就朱立仁讲 这就表示对中华民国立场有回应吗 大家可以接受吗 你连枪都不带 对其实马英九这趟的行程是高度充满了政治意涵的 他所谓的记组是不是有那种落叶归根 这个台湾属于中国的这种意涵 再来呢他的访问行程 包括去大学校园座谈 参访辛亥革命 什么抗日战争等历史遗迹 还要访问南京武汉长沙重庆等等 这些行程加起来恐怕也是十几个 但是这个行程到底是谁安排的 那个路线跟过去国民党在中国的时候 不是被共产党打着跑吗 那个是所谓的逃亡路线吗 范老师 显然这个整个的行程路线看起来 也是有高度的政治意涵吗 怎么解析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呢 你说是单独的记组 单纯的记组 我想他的政治效益会比较小 可是你看他整个行程大概只有一天是记组 其他的时间几乎都在跑政治的行程 而且完全是针对反日抗日仇日 我不晓得这个行程是蛮有非常的在意 非常的喜欢还是中国硬塞给他的 我算是他有六个跟抗日有关的 第一个是南京大毒杀纪念馆 大家都知道的 第二个是抗战中国战区第四受降区的 受降典礼的地方 第三个是重庆的抗战遗址博物馆 第四个是张志忠烈士博物馆 再来第五个是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 第六个是南玉忠烈士 那个也是纪念抗战 全部都是抗战的这个牺牲的将领 或者是相关的这些事迹 我不晓得他对日本的仇恨恨到这个地方 那你是不是反而是配合中国 因为中国现在就在搞仇日嘛 反日嘛 因为美国跟日本在合作包围这个中国 所以中国就在营造一个反日的一个氛围 跟一个气氛 那你满久去 你是不是刚好在配合中国演出 你不要想日本跟韩国历史上有没有仇 有啊 为安抚的问题 独岛的问题 跟你看 现在日本的首相跟南韩的总统见面了 对不对 就表示什么 大家要面对的是中国的威胁嘛 所以为什么南韩的总统可以到日本去访问 创下过去几年都没有 我们面临到的敌人更可怕嘛 所以你看他就说 这就是一个国际的县市 可是现在呢 这个马英九作为台湾的前总统 要去跟中国一起反日 仇日 对 莫名其妙 对 这很明显的 在挑拨台日之间 现在非常友好情谊 对啊 甚至要跟小英总统也是在挑拨台美之间的关系 对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他为什么本来是7月 现在要提前到3月 配合中国嘛 为什么 3月17号 荷兰的海牙国际刑事法庭 才宣布要逮捕普丁哦 习近平随即在这个礼拜一 就是昨天去莫斯科给他集气 给他加油 给他支持 这个时候你马英九又来 那表示什么 台湾的前领导人 台湾的前总统 是支持习近平去跟普丁合作的 你等于在现在 中俄已经被视为是邪恶轴心 结果我们台湾竟然去 给他 也去给北京支持 那请问一下 普丁是要侵略乌克兰 要占领乌克兰 要统一乌克兰 习近平是想要武统台湾 那请问你 你马英九是不是也得支持 习近平的武统台湾 对 等于把台湾带向上 是跟中俄同盟一起 同盟一起吗 请问如果今天此时 乌克兰的前总统 普洛森科 忽然跑去人物斯科 说哎呀 普丁好棒啊 你是攻打我们乌克兰 我乐见其成 我问你 全世界还要支持乌克兰吗 对 西方国家还要提供武器给乌克兰吗 你的前总统都跑到俄罗斯去了 台湾的前总统 跑到中国去了 同样的道理嘛 国际间怎么看台湾 所以我真的觉得 马英刚刚讲到这个 不准带枪这个问题 这个除了是安全的问题 我们的前总统的安全 竟然是依靠中国的武警 中国的特警 在帮我们维系吗 那我们的作业在哪里 如果每个两岸之间 我们的警察对于维安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 跟中国一定不一样嘛 这有技术层面的问题 这个也有什么 这一定还有尊严的问题 主权的象征意涵 你看习近平啊 他所有的 这些他出去巡视 连那个观众群众都是假扮的 都武警假扮的 他做到滴水不漏 我们今天是自废武功 让你中国来安排 我必须要讲 2016年10月31号 那时候洪秀树去南京中山林 就有中国的民众 因为他们抗议成情 在他们的政府都不理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 冲到洪秀树的前面 申冤 还拿着青天白日的门地红国旗 就是说你也不知道我们 主张正义 现在中国的白子革命 现在中国的白法革命 各地都是 有没有人可能趁这个机会 去跟通过林马英九 因为中国的媒体一定大活报道 通过这个地方露脸 像你申冤 现在中国的经济那么差 事业率那么高 很多人不满 所以马英九的安全 可能会更 比过去来讲 比侯佑树去的时候 更危险 那是不是应该有更完备的安全 当然马英九会说 我完全相信中南韩保镖 我完全相信中国的安排 我一直都不在意 所以我不带保镖也可以 我也不带枪更无所谓 可是问题是 你代表的是 我们中华民国的前总统 你自己不要尊严 我们要尊严 如果台湾的前援手 是被中共的什么 中南韩保镖保护的话 那就代表台湾已经 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了 已经被去主权 去政府化 所以说你看 这就是自我矮化 自费武功 这个东西不是你马英九的安全与否 而是我们台湾人 2300万大家的尊严存在 照理说马英九应该要坚持 而且你可以比照办理 凭什么当初连战去访问的时候 可以带 我不能带 我是什么 我比连战不如吗 所以你看他这一次这个时间 从暑假 他说带学生去 三月底 这段时间没有再放假 所以有隔到一点春假 不春假只放几天而已 这些学生都要请假 结果请假理由什么 陪马爷爷去中国访问 陪马爷爷去中国记住 想话吗 所以为什么本来七月的行程提前 除了我刚讲过 支持习近平 习近平刚刚担任这个国家主席连任 给他一个贺礼 支持习近平访俄罗斯 支持中俄联盟的这样的一种模式之外 另外就是给蔡英文好看 你看台湾现在跟美国的关系这么好 蔡英文到出访到美国去 每天的行程 我不让你专美于钱 你有这个 我相信到时候台湾的电视台一定是 一半是蔡英文访美的行程 蔡英文在美国的影响 一半是马英九 两个要分庭抗礼 不会一边倒 但是我要讲的是 你要去跟南京大学 你要去跟武汉大学 你要去跟上海的复旦大学 还有湖南大学 你要跟这些大学生座谈 请问你谈什么 你敢谈民主 谈自由 谈法治 谈人权吗 你敢谈中国的问题吗 你敢谈白子革命吗 你敢谈白法革命吗 你敢谈西藏问题吗 你什么都不敢谈 你敢谈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克 军机绕台 军舰绕台吗 你什么都不谈 他们只是谈说 两岸的这个年轻人交流 就不会有战争 我问你 台湾交流已经快三十多年了 解放军现在的军机绕台 军舰绕台有少过吗 直接在上面飞的 解放军的飞行员 搞不好以前也跟台湾人有互动过 还不是照样 所以这种交流是毫无意义的交流 但是不但没有意义 你反而被中国成为大内宣的跟大外宣的样板 你看我们中俄 邪恶周星 对不对 台湾的总统来支持我们 来支持中国的对台政策 来支持一国两制 台湾方案 你是前任总统 你在帮中国背书 中国大人会趁这个机会 好好的为你宣传一番 不止国内的央视 这个新闻联播 国际上更是扩大宣传 台湾人就是支持一国两制 台湾人就是甘愿被统一 所以你看连马英九都去了 那到时候马英九到了中山林 一定是怎么样 哇老泪纵横啊 国父总理我来啦 但是他上面的花圈一定是写一个 民国 他现在是民国 这个要一百一十二年 他写一个一一二 然后三月二十八号 他不敢想 他不敢写民国 他只写一个一百一十二年 他说那就是民国啦 谁知道那是什么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就是要自我矮化 马英九这趟去中国 看起来是完全配合百一百顺 台湾民众会如何看待呢 特别是现在要准备 2024的总统大选 对国民党来说 是不是非常的尴尬呢 于将军怎么看 对于选情会有什么样的冲击 特别我们注意到 侯友宜呢 媒体也去问他了 就问他说 这个是会有什么影响呢 那侯友宜就回应说 这个两岸关系条例里面 已经有规定了 那记者就继续问说 那会不会担心 怕冲击到2024呢 侯友宜还是讲说 政府有相关的规定 显然完全不敢回答 但是我们看来 朱利润怎么说 他说相信马总统 会坚持我们中华民国立场 对民众跟国民党期待 做出回应 显然这是比较老江湖的 这个回应嘛 那侯友宜呢 显然这个回应 又再次曝露出 他对于两岸之间 关系的那种薄弱 侯友宜还在逃避 如果侯友宜面对这次 马英九到中国去 不管是冀组 还是带着青年团到 中国去被统战 如果今天侯友宜 可以大胆的讲出来说 跟当时纪零联 呼喊那个500个 军校毕业生 要回中国一样 万万不可 总统 前总统请深思 万万不可行 必须要为大谋而小忍 如果侯友宜敢这样讲 我刚才跟你鼓掌佩服 不敢 他如果这样讲就震撼了 就震撼 我告诉你朱鲁伦就怕了 我告诉你全部都怕了 哇侯友宜硬起来了 居敢跟马英九叫板 不敢嘛 为什么 因为侯友宜现在 满脑子对于两岸 对于美中台 他是空的 他找了一大堆帮他补习是谁 还是马帮的那一派人嘛 苏琪啊 这群人在帮侯友宜补习 所以侯友宜怎么敢叫板呢 吓到都来不及了 但是我提醒马总统一件事 马总统在104年 2015年 那是我退伍前 执行的最后一个任务 叫做七七抗战胜利 70年的一个国防展业 在虎口阅兵场 召集了大概有 比民国100年 国庆阅兵人还要多的兵力 在虎口阅兵场 做了一个盛大的一个展示 在虎口办了一个扩大的阅兵 我干脆把我整死 我跟你讲 累爆了 所有人在虎口 至少三到四个月 每天就是阅兵操演战绩 哇累爆了 为的是什么 就是跟对岸真正统 那马英九很清楚嘛 对 那这趟行程为什么都是 他怎么都没讲话 我要问 我要请问马总统 当时你交付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 你要给我最后任务 我离开军旅的最后任务 国防战拿回中华民国是我们的权益 我们是正统跟对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叫板 中华民国是正统你们是假的 我愿意被超死我都愿意 我办了国防展演 可是为什么现在 2023年你居然跑去了 跑去干什么 去缅怀七七抗战 卢沟桥的 然后辛亥革命纪念馆 然后和平饭店四行仓库 那请问你2015年在玩我吗 对 你在玩我吗 那等于是认同中共的史观 是不是 对 那段历史 现在变成是中共在解释的 你代表一个中华民国的前元首 中华民国前三军统帅 你在2015年 在虎口跟他叫板说 我们是正统 现在是怎样 2015年的马英九 被2023年的马英九打脸吗 你跑去证明他 他这就是统战嘛 你还带了30个年轻人去 那请问当时的七七抗战 70周年国防展演 是啊 在玩我们吗 在玩国军吗 在整我冤枉吗 你当时讲的大意凛然说 各位弟兄 不要紧张 我要让全世界正视这段历史 这个抗战 对全世界宣告 是中华民国打的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的 那当时你是在干嘛 你在作秀给谁看 当总统的时候 尊重中华民国 争取中华民国的尊严跟能见度 当你卸任之后 你跑到对岸去 去认同他 这不对嘛 那那些老兵 你帮他挂上的七七展业 荣誉徽章 他才觉得是荣誉吗 对不对 当时2015年 帮我挂荣誉徽章的人 现在跑去现地平调一番 去被中国统战 所以我觉得这万万不可 所以你看当时 你记不记得那500个 500个毕业生说要到黄埔去 去看母校的 黄埔校庆 6月16号校庆 中华民党怎么讲的 中华民党发言人说 大家不要去 那是统战 黄复兴主委怎么讲的 万万不可 千万不能去啊 大家为大谋而小忍啊 那请问 中华民党 对于马英九的行程 要不要喊一下 要不要喊一下万万不可 对不对 要不要喊一下 这下尴尬了 对 如果一个退伍的上位 一个退伍的少校 你都不准他去 这是三军统帅 三军统帅可以去 所以我觉得 不要因为阶级的高低 不要因为权力的大小 而改变了你的标准 你不准黄埔 500个毕业生 到黄埔去参加 对方的这个 所谓统战校庆 那你也要大声的疾呼 不准前三军统帅 到中国去 去间接的证明 由中国共产党 他主导的这一趟 所谓的从中山林 一直长沙抗日之旅 因为再强调一遍 可是国民党 拦不住马英九去 对 可是要有态度 他拦不住 要有态度 你不可以说什么 我相信马总统会怎么样 我相信马英九会怎么样 不要相信 做出你的态度 标准是一致的 你不准黄埔军校 在对岸办校庆 然后由我们500个人去参加 说那是被统战 甚至说他这是叛徒 那请问 马英九的标准要不要一样 他更大 那人家只是个上位 只是个少校 这个是比四颗星 还要大的三军统帅 蛮有句话 其实完全错乱 国民党不错乱吗 对 所以国民党 你不准黄埔军校毕业生去 你也要发出一个通知 表明国民党的标准 是一致的 即使你是前三军统帅 我们也告诉你 万万不可行之 国民党从南投立委 补选失败之后 一连串的操作自爆 将一二六的气势跟红利 似乎都通通耗尽了 我们来看 最近有好几份民调 那其中最新的民调 就是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的 2024的蓝绿白阵营 总统候选支持度 绿赖清德36.2 侯友宜是24.8 这已经赢了不少 赢了11% 柯文哲是19% 另外在政党的支持度的部分 民进党是28.8 然后国民党掉到一字头 只有17.9 先讲瑞德哥 怎么看这样一个 最新的民调显示 国民党在这短短的时间当中 就已经把一二六的红利 全部耗尽了 那我们看到侯友宜的部分 听说他四月份要举办毕业展 这对于他的声势 有多大的帮助 事实上 那么我们刚刚谈 等于说马英九 还有现在谈侯友宜 侯友宜的民调 有可能还会再跌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看法 跟原汁不一样 我认为马英九非常的自私 他在此时此刻 宣布这样的一个行程 而且故意的 故意呢 让香港的媒体 那么把新闻爆出来的以后呢 事实上在整个新闻建霸以后 才通知我们的总统府嘛 所以呢 才通知我们的国安单位 所以他是故意的 而且他的行程呢 曝光了以后 你看他3月27号 故意选在今天总统府 公布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是3月29号出访嘛 那经过美国纽约 过境到我们的友邦 然后那个回来的日子是同一天 4月7号 所以显然这根本就是故意的 也就是说故意要去抢蔡英文 找他两天出发 然后要抢蔡英文的版面 然后让这个所谓的统派媒体 蓝营的这个媒体呢 那么有一个版面可以放在这个 马英九的这个部分 削减蔡英文的相关的版面 除此之外呢 他也会影响到 有关于侯友宜为什么 因为从去年的 陪洛西来台的访问以后呢 中共一天到晚 越过海峡中线 飞机军舰不断骚扰 我方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 我们的这个台海的这个中线嘛 他们就故意每天都这样做嘛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哦 那么马英九此时此刻 又去的结果 那我问你 对国民党 尤其对侯友宜 那当然是重重的 又一级的这个重权嘛 那当然会影响到 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等于说 他的支持度 也会影响到侯友宜的选情嘛 那马英九为什么 他难道 马英九当过两任的 这个中华民国总统 他难道不知道 这样会对侯友宜 跟国民党造成影响吗 他不管 那他为什么对侯友宜这样 各位 为什么 答案在这儿 因为呢 陈水扁说 侯友宜事实上 是他一手手栽培他 哦 你知道吗 侯友宜 哦 陈水扁这样讲 他都叫阿高嘛 阿高 陈水扁都说了 阿高是他一手栽培大 我想坦白的 这是一个事实啊 对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点就是说 陈水扁直到上个月 也就是 今年二月的时候呢 还会侯友宜缩向 因为两岸外交 不是侯友宜最欠缺的吗 两岸外交 军事国防 这三军统帅必备的 他还帮他缩向 他说这不是 这个等于说 总统什么事都要懂 你知道吗 他还帮他讲情 说像成这样 我请问一下 即便 陈水扁一手栽培大侯友宜 即便 陈水扁出来帮他讲话 请问侯友宜 有没有去 陈水扁落难关在台北 看守所跟台中监狱的时候 看过他一次 侯友宜对他两个恩人 一个是警戒的恩人 陈水扁 一个是政戒的恩人 朱立伦不都是这样吗 最后都是如何对待恩人的 这样的一个人 你觉得适合当三军统帅中华民国总统吗 那除此之外 民调 我觉得民调可以参考 你知道吗 侯友宜今天说民调如浮云 上上下下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 你侯友宜就是 我是一片云 你每天捉摸不定 你知道吗 永远在那边闪来闪去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民调 很简单 这样一个民调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很简单 台湾民意基金会 你不要跟我讲说 他是民进党亲律做的 你错了 没有啦 早就退出民进党了 他没有亲律 他恨死民进党了 所以他恨死民进党 恨死蔡英文 恨死这些政治同仁了 台湾民意基金会 请注意他的这个民调 那么赖清德的民调 2月27.7% 3月到冲到一非冲天到36.2% 为什么 因为他当党主席了以后呢 民进党做了很多的改革 反省的一个事情嘛 比如说台南议长邱莉莉这些人 庭权三年 比如说这个学伦志 包括论文的事件 做了好多的改革 包括所谓的黑金 参选公职的条款事件制 侯友宇从2月的32.4 降到3月的24.8 那柯文哲就可以不用讲了 柯文哲差不多就在那里了 反正各位数跟十几%这样子 差不多 可问题是 为什么台湾民意基金会 这个值得我们作为一个借鉴 跟一个参考 因为民调看的不是他数字 是一个趋势 因为很简单 开第一枪的是郑传媒 郑传媒在赖清德的部分 是39.3% 侯友宇27.8% 然后另外呢 那么在台湾民意基金会之后呢 美丽岛电子报也是一样 那么赖清德2月33.7% 3月的时候呢41.4% 侯友宇在2月32.2%到3月掉到29% 不约而同都侯友宇都是往下掉 赖清德往上升 所以三分的民调是趋势一致的 因为配合其他的民调 国民党往下大跌 对不对 然后民进党上来 现在拉超过10%了嘛 趋势的一致 什么意思 都跟去年11月底的选举有关 去年11月底选举的时候 郝友宇一飞冲天 冲到这么高 各位要知道 郝友宇当去年的时候冲到这么高 凶关 那是他最高的时候 最高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假象 这是一个就是 民进党大败 对不对 然后国民党一飞冲天 不得了了 所以国民党里面呢 包括朱立仁 包括这很多的这个的支持者 大家都误以为 总统大选立法委员 我的我的 结合一切非绿的 我认识看玩笑说 非绿的其他颜色都可以吗 蓝白 还有包括黑也可以吗 红也可以吗 已经疯了 已经大家集体歇斯低理了 误以为自己大胜 那时候我就看出来说 这次去年大败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很多人很生气 因为疫情 所以没错投票 一两百万人 可是民进党在全国还赢了 还赢了38席 国民党少了28席的县市议员 而且总投票数 事实上国民党还降低 连侯友宜大赢林佳龙 45万票 对不对 他事实上自己的得票数 比上一次得票还少1万票 你们都没有看出到其中的奥妙 为什么呢 其中的奥妙是 民党输了 因为他支持者没出来 跟国民党也没赢啊 但是在习次县市长 他当然是 这个国民党的部分 是增加 可问题是 国民党的隐忧就在于 他没有能接收民进党 所不出来投票的那些 而且他还继续在流失 所以呢 从这个趋势看起来 不严而同从什么时候开始 都从侯友宜拒绝参加 南投立委补选林明珍的 选前之业的以后 一直到现在 拜拜拜拜 然后雪崩似的下滑 现在还没止血 为什么 因为马上马英九 也就是最讨厌 侯友宜跟陈水扁的 马英九 还要继续补上一刀 是的确 余将军怎么看 这样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对于 蓝绿来讲 绿是不是有可能再往上 蓝是不是有可能 只跌了吗 还是有可能再往下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侯友宜传出说 4月份开始要整理 这个所谓的市政成绩单 要办 形同侯友宜的毕业展 等同是参选的起手室 这个所谓的市政成绩单 跟毕业展 对侯友宜到底帮助有多大呢 我觉得为时晚矣 晚矣啊 侯友宜最适当的 参选时机错过了 过了 对 那国民党 长期以来 国民党最不会打一种球 叫做逆风球 国民党只要开始打逆风球 就完了 对 他对于逆风球的那种 所谓的承受度 还有危机应变太差了 所以说侯友宜当时 最好的参选时机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你大胜 新北市长的时候 你就顺势说我要选 第二个就是郭台铭说 他要选的同时 侯友就跳出来 那就踩着他就上去了 可是这两个 砍你都没抓到 你的时机都错过了 现在发现你的民调 开始往下掉了 来不及了 因为民意如水啊 民意如水 当我想要你的时候 你不出来 那你在那个地方摆谱 你在那个地方拿巧 那么人民会怎么想 知识者会怎么想 知识者说 非你不可 你是看什么 我们非投你不可吗 那个民意的改变非常快 尤其是在这一次 南投补选过后 太严重了 太严重了 因为何友宜 你哪个事情不好沾 去沾了这个战犯说 所有的六都国民党的市长 都去了 你说我太忙不能去 那你的意思是说 卢秀燕比较闲 你是说讲万万没事做 你说桃源的张三正 每天在那边插着腰 等人家征召他去助选吗 没有每个都忙啊 救你忙 对不对 救你忙 你心中有党吗 你心中有国民党 要充满执政 没有 你只有你侯友宜 想当总统 这个氛围一铺承开 他那个民调就一直掉 新成就恨 亲头就恨加进来 哇惨了 大家复习起 当年他不帮韩国瑜 大家回想起四大公投的时候 你没有理国民党 那么现在 只为了你要选总统 国民党全部要来将就你 国民党有这么小吗 国民党皮有这么痒吗 所以那时候是一种反弹 所以他现在慌了 他现在急了 他现在讲话 讲什么 任何需要的位置 我都愿意承担 那现在中选会 你要不要 这个中央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你不加入 你就说我愿意承担 没问题 如果人叫我去哪就去哪 你又不干脆 你又在那个扭扭捏捏 他只讲一句空话 他真的有加入吗 他真的要下去协调 那些立委候选人吗 不可能 他就算加入了 也不会去协调 因为他很清楚啊 去协调会受伤啊 去协调会被人家讨厌啊 他现在民调一直掉 他还要被人家讨厌吗 所以他永远都想做共主 他永远都想你铺好地毯 等他上车 所以他不是真的要加入 他是真的想你铺地毯 这样他选总统 是哦 他没有真的要帮你去协调 但他不想加入那个委员会 那个腮魁他干嘛要去 那个最臭的地方 他如果真的加进去的话 去提名的话 只会耗损自己吗 一定耗损 两个人要拼区域立委 对不对 顺了故意腻了扫意 你怎么样全拿 一定会受伤 对 侯友宜就是我全要 我全部都要 国民党的票我要 浅蓝的票我要 最好浅绿的票我也要 因为我是台派 可是最可怕就是 当侯友宜开始找了书企 这些所谓的两岸高手 马英九时代两岸高手 帮他补习 帮他写稿的时候 你就不是侯友宜啦 侯友宜是台派 就是你亲爱这块土地 你热爱这边的人民 你不走国民党那种 所谓统派的路线 可是这个书企帮你一写 你要不要念 你要不要念 所以马英九那个说 要帮侯友宜补习 恐怕也是一个 那不是补习 那是补你一刀 补你一刀 让你侯友宜的方向错乱 你到底是台派还是统派 还是台派中的统派 那就不是侯友宜啦 那就不是侯友宜啦 补下去只有统派而已 没有别的 你这种补法 书企帮你补法 你还是台派吗 侯友宜之所以大家认为说 你可以拿到国民党以外的票 就算你是台派嘛 可是你被书企这些 马英九留下来的两岸专家 一补习 你就是统派了 那你所有台派的优势 全部没了 那我干嘛选你啊 我干嘛支持你啊 所以怪不得这么多人就说 卢秀苑也不错哦 至少他不真是真 他没有抢的药 是好 所以这样看起来 不管是加入这个提名委员会 或是马英九 想要帮侯友宜补习 看起来补的最后结果 对侯友宜恐怕没有帮助 这所谓的共同承担 还是根本就是一个陷阱呢 袁志远怎么看 对于侯友宜来讲 四月份的这个成绩单 到底帮助有多大 但是显然内外的情势 对侯友宜来讲 现在看起来 相当的不利吗 这个民调还有可能 再往下掉吗 先解释一下 就是那个马英九说 要侯友宜补习这个事情 是有一个 蛮关心侯友宜选情的大佬 李千龙 他去见马英九他们聊天 那马东南就讨论 他就说 那要不要给侯友宜一些 两岸的建议 然后所以补一下 那说建议说 找苏起赵春山 但我了解就是 这个还没有发生 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 这只能讲说 其实我们党内 很多人都很着急 就是说那侯友宜 他到底什么时候要出场 还有说他出场之后 他会讲什么 其实大家是 会担心这个事情 也不知道他会讲什么 对不知道他讲什么 但我觉得说 也不能预设说 他一定什么都不知道 好像满肚子都是空的 也没有 因为以前我跟他接触过 他以前是副市长 然后我在新闻局 我们每天早上都 都要跟他报告舆情 那他几乎就是 什么事都可以回应 真的哦 对这个都可以 从外太空聊到星天空 真的吗 就是知道事情非常多 那为什么今天记者一问 他就几乎挂了 他就是一副就是 我有料 但是我不想让你知道的 怎么可能 因为他现在就是 不告诉你 但是他一开口就不能 就让人家很惊艳 真的吗 对对对 所以 那他现在有一开口 就让人家惊艳吗 这段时间不开口 无所谓 但是一开口就不能够出错 就是要让大家很惊艳 你不能说一开就讲错 就让人觉得说 被我料中了吧 你是一个草包不行 你要一出来就 我误会你了 可是最近都是机会 记者都一直问他 他没有表现出来 所以 中安哥现在就是关键就是 那时机点到底是什么 以我来讲 我觉得风向变了 现在时机点应该要快一点了 要快一点 特别就是说 第一个民调下滑了 然后第二个是 赶快补救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选册会的事情 我认为选册会是一个失误 有人讲说 是不是朱立伦神奇妙算 神算值 刘伯温 故意设一个局 让口尾跳起来 没那么厉害 那个就是一个失误 这样找失误 朱立伦失误 对他没有想到 就是说一个秘书长的幕僚 就是帮秘书长去找人 这样的一个 一个任务型的小组 会被大家骂成这样 怎么可能不知道 因为真的没有料到 可能想说那个位阶没有那么大 只是说通过大家可以找人 然后后来没想到 就是侯友宜就 因为这个事情发表意见 好那你发表意见 代表你跨住了一步了 你以前都是省很远 你现在跨一步 好 特别是他跨了那一步之后 傅宽奇骂他那个事情 我觉得是对他有伤 因为傅宽奇讲了一段话 就是有一些蓝营的 特别是深蓝的 会有共鸣 对 就是说你以前都 执着侯友宜的弱点 就是说你以前都离国民党很远 都没有表达意见 那现在你要表达意见 好那你既然有意见 你就要一起来承担 所以 那后宇到底要不要承担 当然要啊 他不能不要 真的吗 还只是嘴巴讲讲而已 没有真的 那就会受伤 就会受伤 因为你这样脚迎跨一步 右脚跨出 左脚跨出 再大步向前 你不能够右脚跨出 左脚又缩回来 又原地踏步 不然到时候蓝的又说 你这缩一套做一套 所以 所以要承担结果没有 所以我觉得他 我认为他是会接的 否则他讲话不会有变化 他以前一直吼吼做的 现在已经讲成说 团队很重要 我个人不重要 但是团队要我做什么 我一定会做 跟这不一样 但是接了之后呢 接了之后会不会受伤 因为后宇很瘦 担心会被骂 因为我觉得民调 民调下滑的原因 就是会觉得说 他一直不出来承担 我觉得这会有 从期望转到期望 那你说时间要加快 四月份这个所谓的 市政成绩单 他这个是 这个是市政部分 他在酝酿 就是让大家觉得说 我有动作 可是他还不见得会说 我要参选总统 但是只是说 还是没有说要讲参选总统 但是他会让你感觉说 我有些动作 是准备要参选总统 像我刚刚讲说 加入中央提名小组 那也是一个动作 还有这个所谓的毕业展 也是一个动作 另外他好像办一个马拉松赛 就会找那个台北市长 然后还有基隆市长 陶芸市长 一起来跑马拉松 然后四个人一起跑第五棒 他们那个马拉松 总共有七棒 然后他们一起跑第五棒 他就要营造一个 他是北台湾领头羊 这样的角色 所以姿态 也没有了 另外三个没有 这就营造出一种姿态 就是说我各方面 我都是在头头 我还没有说 我还没有说我是总候选人 可是那种感觉 让你知道就是 OK 好来 我怎么解读 原子讲的真的是如此吗 还是其实侯友宜 现在面对一个最大的困境 就是他讲不出要选总统 可是这个就是台湾人民 看真的是跨跨他的卡锅 所以让民调一直在往下滑 侯友宜用讲的也没有用 应该是这些议题 你的主张是什么 你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对重大的事情 或者说两岸的一个定位 或者说外交 或者说民众会去问赖清德的问题 会去问蔡英文的问题 那人家也想问你侯友宜 就你一个人不回答 人家会觉得说 你这就是地方性的 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你没有态度嘛